美国即将于2024年举行总统大选 近期美国媒体进行的一项民调中显示 73%的受访者表示 现年80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太老了 不适合寻求连任 而这不仅是倾向共和党选民的想法 民主党支持者也持相同意见 对拜登的施政表现 不认同的有57% 肯定的只有42% 显示经济领域 即使被拜登列为优先施政项目 但有超过一半的选民认为不及格 近来一直在各地宣传经济表现和立法成就的拜登 日前在劳动劫活动上提出挽驳 拜登和川普可能在2024年大选中再度对决 尽管两人年龄只相差三岁 但认为77岁川普太老的选民只有47% 装设综合报道 46%的动力 优优优独立了 感谢观看